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227大团结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影响力仍在 网友们面对肖战粉丝的所作所为还是难以接受 同时,因为肖战本人至今未能对此做出正面回应 也未能通过任何途径尝试引导粉圈生态 所以网友们的怒气也牵连了肖战本人 227大团结事件最初因肖战粉丝不满偶像被写进同人文而起 所以举报了该文章发布的网站,这才导致L3被强 在被各个圈子的路人们声讨后,肖战粉丝正是导致歉了 但在不久前,似乎又有一个小中圈子被肖战粉丝逼到关闭账号 社交账号名为亚非文学报的账号 在不久前发布了最后一条动态 但以为账号之后不会再更新 对于此前的不当言论感到抱歉 现已和评论区提出质疑的肖战粉丝达成和解 关于所谓的不当言论 其实是因为该账号在接受文学翻译投稿时 投稿人的账号是肖战的黑称 虽然该账号已经道歉并且删除了不当言论 但肖战粉丝却依旧咄咄逼人 不愿意做出退让 与之前肖战粉丝举报的同人文一样 亚非文学其实也是一个小中圈子 但因为引起了肖战粉丝的不满 这两个圈子都以不太体面的方式退场 事实上除了贡献亚非文学报的评论区外 肖战一位粉丝数量高达3万的大粉 还将Bord私人账号公布 企图引导网络报李 该名大粉在被骂之后 迅速宣布自己已经脱粉肖战 自己的行为与肖战无关 与此同时肖战的其他粉丝呢 在亚非文学报的评论区呢 以非肖战粉的身份假装路人 发表看似中立的观点 有部分激进的粉丝善后 这样一系列的稍操作呢 确实让人在感到不解的同时 也十分震惊 毕竟这样缜密的计划呢 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更讽刺的是肖战的部分粉丝 在进行网络暴力的同时 却在其他区域呢 声称自己反对网报 这似乎也能从侧面看出 肖战粉丝的生态呢 在没有受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 确实有越来越恶劣的发展趋势了 同时肖战粉圈内部呢 对于如何举报一个平台 在利用路人的同理心呢 为自己洗白这件事 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套路 在227大团结事件发酵后 肖战粉丝行为 已经受到了不少人的口诛笔罚 肖战开始没有出面 但事实上呢 他也在默默的为粉丝的行为买单 从路人员崩盘到代言岌岌可危 肖战受到伤害呢 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伤言价值也大不如前 与此同时肖战的部分损失呢 却将肖战的不回应 看作是默许自己行为的信号 继续用攻击举报的方式 为自己的偶像证明 这样的方式不仅不能为肖战挽回口碑 只会让他更加的举步维艰 或许有人会说 肖战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一切对他而言是无问之灾 但这是因为肖战的沉默 更为肖战粉丝霸道的行为呢 天才家伙 作为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肖战本来就有引导粉丝责任 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最近话重来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续 227大团体事件后 肖战粉丝仍不知悔改 粉圈生态继续恶化 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想象的 肖战确实应该呢 尽快出面 对部分极端的粉丝 做出正确的引导 也希望肖战和他的团队呢 能够尽快对最近的风波 做出回应 对此你们怎么